飲料店櫃台前 一名男子拿著裝飲料的回收瓶 和店家起爭執 男顧客用可重複利用的回收瓶 請店家洗乾淨再重新裝飲料 但他後來發現原本舊的吸管怎麼還在 氣得大罵店家沒洗乾淨 雙方火氣都不小 男子要求店家整杯重做 最後店員只願意幫他換一根吸管 男子當場喝了一口 但下一秒竟然整口往店裡吐 不顧一旁還有其他顧客 一大口飲料朝店裡吐進去 還噴煎到櫃台上 已經做好的其他六杯飲料 店員嚇壞 無奈的把飲料全部重做 買美品的有點無限上缸 今天只是一個吸管 烤成這樣 他們有時候不會把吸管拿出來 會倒在裡面 他如果沒有特別做 也不會做他的 去送到他清洗面 好 飲料店發出聲明 非常心疼第一線夥伴 為了避免類似事件 未來會請夥伴洗滴環保杯食 與顧客再次確認 以違反社會秩序為誤法 借端知老商家 將依法調查 並通知相關人員前來說明 為了一根吸管大鬧飲料店 男顧客不但違法 恐怕也影響其他顧客 媒體新聞綜合報導 好消息喔 感谢观看